郑律师的房子在五楼 五十平方 最近租客总向他反映 厨房有漏水的情况 郑律师提供了一段视频 能看到厨房窗户上方的梁上 不断有水滴下 现在墙壁有水渍和发霉的痕迹 他说楼上渗水的情况 已经很久了 最早的时候可能有个七八年了吧 之前渗水的情况还好 可能就一滴两滴 然后我们也没太在意 就是最近一两年吧 我们就是给现在的租客 完了之后就陆陆续续不停地告诉我 这边漏水 现在就是越来越严重 因为楼上是个独居老太太 然后我只能找他的子女 然后完了之后呢 他小儿子跟我沟通 那就是说他们会过来处理 那我们也就是相信他们 那陆陆续续到现在 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而且之前我们上去有找过 那看了一下他们的地面 确实都是湿透的 记者到楼上这户人家敲了敲门 没有人回应 住在隔壁的郑大姐也反映 家里有异常情况 这变了我的墙 这隔壁一个墙也变了 变了突起来的 就是他的那个水 可能是水漏水吧 另外我墙弄得好好的 为什么也突起来的 对不对 你有没有跟他们沟通过 没沟通没用 阔板桥社区的陈副书记 到了现场 敲了敲正女士楼上 邻居的房门 这一次门开了 楼下不漏啊 他是瞎讲 不漏啊 他他故意这么讲 哎呀哎呀 我得要 水 干着这天子 不能是水 买到这个地方哦 我洗洗一点水 你不敢洗 洗一点水 打扫兵都不敢打扫兵 你看看我那个大小瓶 都是小回来给我 这样这样 我先叫个 你既然门都开开了 我叫个师傅过来看一下 行不行 不要看 看什么东西 那你不看怎么解决问题呢 记者看了一下 卫生间的地面上有些湿 老太太说 他平时用水 都是接水龙头滴下来的水 这么小的用水量 不会渗到楼下和隔壁 我老妈现在说句南丁话 他用的水了 他就是靠滴答滴答滴 也就是说他一天用的水量 是不会很大的 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说你漏水了 也不可能说出现 很夸张的漏水那种地步 老人家为什么要那样用水啊 有些年纪大的 有时候他就是觉得 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 因为但是不管怎么样子 你造成底下有漏水了 说句南丁话 我已经说了 这个错误肯定在我们这里 洪先生说 房子里卫生间做了防水 漏水的情况持续多少年 他记不清了 但每次楼下业主反应 自己都会去处理 之前用过防水胶 还有一些材料 不过有时母亲 不太愿意外人进来维修 所以这个东西 就问题在这里啊 上次后面因为 这个事情造成什么样子 就是说 我被我老妈关在外面 连我都不让进门了 他们家的那个堆放垃圾吧 就之前有进去 因为是为了看漏水的情况 那就看到他们家的情况 全是堆满垃圾 就是人进不去的状态 全部下面都是腐臭的 然后呢地面上全是蟑螂老鼠 就是能看到蟑螂在那边跳 租客告诉我说 差不多夸张的时候 每天晚上睡觉 能听到楼上老鼠打架 而且拿粘书板 正常状态 可以粘到三只成年的大老鼠 正是说老鼠的照片比较恶心 租客这边删掉了 老太太家里一室一厅 面积不大 客厅做饭的位置 堆了一些盆子 记者看了一下卧室 因为里面东西比较多 门只能稍微推开一个角度 床上和地面上放了纸箱和纸板 还有弹鱼塑料凳 电风扇等 根本无法进入 你这些没有用的牙医啊 没有 我以前捡人拿出 我去买掉吧 对 我帮你卖啊 我找个师傅来卖卖 你说多少钱是多少钱 不是不是要买掉 不好买掉 买掉我家里 不要有东西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奶奶你这晚上怎么睡啊 睡吧 就是睡着 那我搞几条 电子睡着 这个 把这个门解了 我怕 怕 怕 好怕 不是讲一点 不是你怕什么东西呢 怕 哎呀讲不来 老太太头发已经花白 比较瘦小 但看着精神头还是不错的 老人的儿子 红先生说 平时他和姐姐会来看母亲 送一些吃的 也希望家里能干净一些 对于房间里的情况 他很头疼 年纪大的 我老妈 他比较喜欢 外面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乱七八糟 东西都拿回家的嘛 那不是说 房间里有异味吗 那我们其实也闻到的 那我们当时也处理过几次 但是到后面是 反而矛盾越弄越大呀 上次就这么样子 我去了以后就不给我开门 那我 我总不可能不认他老妈吧 对不对了 父亲怎么没跟他一起啊 那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能住一起啊 但是后面 那说句实话 就像 我们自己想想好了 你如果说房间里有异味 有什么东西 那 大家都接受不了的呀 洪先生告诉记者 换位思考 他能理解邻居们的心情 其实大家的出发点 也是一样的 之前他想过 把母亲接走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不是说 就是一天两天 有些东西 我们也去尝试 但有些东西 就是他不肯出 他不肯出去啊 就像我问你说的 比如说我们是善意的 骗他去玩 或者到 其他子女家里去 但是他就是不肯出去啊 那你怎么弄呀 我们也只能说是 他心情好的时候 那我说这里 需要补下 那他同意了 那我赶紧去 拿点东西 这里给他弄一下 可能其他人 觉得好像我们做子女的 不去努力怎么样子 那有些东西 说不实在的 我们肯定也 想办法去解决 但确实没有解决 扩板桥社区的 陈副书记说 老人在房间堆放 纸板等杂物 有几年了 之前甚至还把一些物品 堆在了房顶上 那我们通过这次旧改呢 用吊机 吊到六楼 再清 但清理的过程中 后来被他发现了 他直接就爬到阳台外面了 所以我们也很害怕 发生那个意外 也只是说清掉了 把他楼顶上的一部分清掉了 就阳台上的还是没有清掉 他怎么会把垃圾堆在楼上 他就 因为他刚刚老太太也说 他以前就是捡破烂的 然后就是一点点一点点捡起来的 然后又不肯卖 人放在东西 陈副书记表示 他们之前上门沟通 老太太愿意开门的情况不多 接下来会再去做做工作 我们只能跟他们家属联系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刚我也跟他说 叫他下次设出来 门要开 首先你要开门 最好他能做通他工作 就说叫个专业人员 先上门看一下 因为只有先看过之后 才能发现问题 第二个 他这样生活也不方便 连大小便都是 人在外面 然后再叫人带下去的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 就能带下去了 您可以查看 新币 现在这段时间 这就是 感谢观看